路纯是天生的财星 天马是用马车带着钱来的 不得了 这个天马星你要赚眼方的钱 眼方的钱会滚滚不断的来 偏财两颗星特别重要 这两颗星同工是最棒的 嗨 欢迎大家来到紫围斗树讲座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是人人都必须要关注 你不关注你就完蛋 你关注你就会好蛋 为什么 因为钱财最重要 有钱什么都行 没钱你啥都不是 所以今天跟各位真真实实的讲 什么叫财星 你如何应用财星 有机会 在一只花我们要告诉你 如何布置财位 紫围斗树前书他告诉我们说 第一颗星叫做太阴 太阴星属水 在天为月之精 化货就是转化成财户 视为财博跟田载组 月亮总是不停地围着地球赚啊赚的 因此太阴是一颗不停地动的一颗星 因为他不停地一直动哦 就很重要哦 所以你会善用太阴这颗财博组 你的钱就会钱滚钱 所以太阴星如果遇到了什么 注意 遇到了露存 遇到天马 是最有利于财物的提星 各位这样想要 露存是天生的财星 天马是用马车带着钱来的 不得了 记住 太阴星动的越多 钱财这个越多 所以如果你掌握了太阴星 你就要用钱滚钱 用钱赚钱 钱四个人两个 永远用不到 所以用钱赚钱 还要告诉各位 太阴星不是这么简单的 太阴星表示先天之财 是自然而来的 哪一种钱是自然而来的 包括自己的资产 还有固定的收入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的学者里面说 我父母就留给我很多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包括主产 每个月固定所产生的 包租公的钱 利息的收入 所以有太阴星 怎么样都是个好 来接着看 代表远远不竭的财产 就是露存星 这一颗露存星的财源 多多不解 延延不断 因为露存在命财观 则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 此生不会穷困 所以你拿到命盘 第一个先检查 自己的露存 有没有在命财观 像我会坐在这边 这样讲 说不算的人 露存绝对不会在命财观 但是露存不能独咒 露存如果一独咒 就是个令射鬼 很会斤斤计较 一切金钱为上 对他个人来讲也没什么不好 不过这种朋友不能交 为什么 他钱多到不得了 但他非常记得计较 第二颗记得要露存 接着我们来看化露 化露是很重要的 化露不能单独作为一颗星 它必须依附于其他的十四颗主星 因为只有十四颗主星 扣掉没有化露的星 它才会产生咒用 才会产生直变 化露星是让你产生量变 也就不是直变而已 这一颗星只要一化露 不得了 它立马就转成什么量变 积极财户 这材料厉害 所以当这个化露 如果遇到天马的时候 这个天马星 你要赚眼方的钱 眼方的钱会滚滚不断的来 所以这种最适合做什么 如果你的星是桃花星 最适合当网红 最适合开辟这个电商 钱都是从看不见的地方来 已经告诉各位了 接着再看 有一颗非常重要的 露天之财 五起星 五起星代表的是 露天之财的 要努力工作而得到的 所以五起包括 劳心劳力所得 兼职 兼外快 佣金 买卖 经营所得 所以你看 这颗五起星是正财星 但是 它要靠你露天努力去争取 你才赚得到了 我对这颗五起星最有感触 为什么 因为五起星在执女工 要探钱 兼职都要靠赚学生的钱 代表 积极之财的星是哪一颗 最重要 天虎星 而天虎星根本就不化 所以 只要这颗天虎星做命工 或者在财博工 甚至于官路工 你放心 这个人一生不切钱 你看天虎星不化 但是它是一颗最最重要的财星 而且 它的钱财一定进入的多 出气的少 跟各位讲 不用紧张 大县到了 大县的命工 大县的财博工 大县的官路工 掌握这十年 会赚钱十年就够了 会累积钱财十年就够了 好来 最后再跟各位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我们指挥朵书前书 在所有的指挥朵书概念 叫做横财 我跟各位讲 横财在现代的观念叫偏财 横财只有一种财 中洛特 中威力财 中奖 这个财叫横财 那以前的古书为什么 把偏财叫横财 因为以前世袭了 你什么行业就什么行业 所以你有能赚到别的行业的钱的 那个叫做横财 现在不是 现在是叫偏财 记得偏财 两颗星特别重要 一个火星碰贪狼 叫做火贪格 或者零星 易道贪狼 称为连贪格 这两颗星同工 是最棒的 接着我们再跟各位讲 火贪 它是怎么样 可以瞬间 让你赚到很多偏财 跟各位讲 方外人专门在搞这个 他有一年 就赚了三四百万 把前一年 钱不赔光了 一下子就赚回来 他就运用的就是 地空碰到灵贪 在三方四正的时候 撞击 那一年就赚了几百万 按照这四个程序 注意要看这个 这个 怎么样安成四个步骤 好来 这个命令是1953年生的男性 注意 第一步 看你在这个大县里面 这港府紧绑 在你的大县里面 刚才讲到了那五颗财星 哪一个先来 这个命盘第一步 夫妻公 25到34岁 天府坐在夫妻公 注意注意注意 天府是寂寂之财 如果你是男的 这个是男的 死命的死命的死命的 哪家有钱的 就爬哪家 没有钱的不要爬 就这么简单 港府都一棒 第二步 看命财官 那才是你自己的 所以 他的第二步 你看 五起坐在官路 五起刚才已经讲过了 正财星 透过劳心劳力 积极努力的工作赚钱 他的五起在官路公而已 还不是在财博公 也不是在命公 可是 他因为有得了七财 之后应用七财 努力的认真的工作 劳心劳力 做对行业 成为孙家 这样很多很多 第二步 找五起 第三步 找路纯 路纯是什么 天生带来的 他的路纯在他的极恶宫 所以他在55到64岁的时候 大大的发 第四步 哪一科 太阴 你看 太阴在兄弟宫 兄弟宫也是我宫 兄弟宫对钱财来讲 就是田财的财博公 就是你财库的生活贵 太阴是不用赚的 这个人台积电有几张你知道吗 一两千张 这叫做命 操作程序 记住 财星一定要入我宫 入他宫 你就要争取 然后看在你哪一个大限 那个大限就发 好了 只能讲到这边 用什么方式赚钱 很重要 要掌握财星 是你人生 钱财的 总和 再见